各位好 有人叫我用廣東話 去講一講我之前介紹的股票 究竟要買哪隻好 我就盡量用最快速度 用最簡單的方法令你明白 希望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寫電郵或者問我 希望大家都可以賺錢 著我的心得和你們分享 第一隻股票是BIGC 股票是Ecommerce 競爭對手是Shopee 這隻股票上市了沒多久 3個月前上市 你看到現在的圖 就是它的圖表 你看到它在8月這個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上市 它上市的時候 初初 招股價大約30元 到上市的時候 真正第一天已經60元 一開始已經70多元 你看到之後 它就滑下來最低是60多元 但是接著它就一直這樣 8月呢 要記住8月這個月 是股票 其實拉斯達或者Dow 就慢一點 拉斯達就一直升上去 這個月 是升幅最厲害的 所以它就升到最厲害 141元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這個圖 再看再前一點 前一點的時候 8月5日的時候 它就只有68元 然後三個星期之後 你看看這一點 就105元 8月5日的時候 你會賺很多錢 但是它一直上升到140元 然後它沒多久之後 如果你不留意它 它又跌回來了 那9月3日呢 它又回到那個位置 大約9月3日 它又回到那個位置 即市上最厲害之後 跌下來 Sell off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跌回93元 然後它又回到100元 它又再跌下來 大約80多元 這個位置 那所以呢 如果 你再看 它沒多久之後 隔了兩個星期 它又開始慢慢地 當然有上落上落 升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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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了 那時候呢 英文版呢 你就知道 那一天呢 上個星期的時候 就是在83元收市 在這個位置 那現在呢 又下降到73元 但其實如果你見到 如果你買短期的話 73元這個位置 大約這個位置買到 因為這個是收市價 它中間的經常有上有落的 那那 72到 75 75元的範圍 那你買到 大概 83元多房 pompomb再賺10老頭 那其實真的很快 不是 아닙只 Gallif? 10元的話 已經等於12.5%的勝幅 是在價格多久啊?! 11月2日 11月5日 3日 3日 賺13 complexity 所以現在呢 這個價格 如果你看看這是圖 你 反正是會升到100元 這隻股票當Sophie升到時就會升到 Sophie近日只剩下900多元 為什麼我一提議買這隻股票呢 第一由它上市時就開始看著它 所以有三個月的數據 我都很清楚這隻股票的上落情形 第二是如果Sophie一千元你都肯買 一千元一股你都愿意花费的话 我觉得买这只股票升幅的机会 会率尽大 还有它价钱方面是非常吸引 因为他们的生意都是一样 这家公司不跟Amazon争争 所以你看一下对比的话 你可以看看Sophie 如果我没有这个技术 不然你可以放两只股票下去 我没有准备 你看到那条线 你就知道当Sophie起 它就起,Sophie跌,它就跌 如果你对Sophie这只股票有信心的话 我就激烈推荐你买这一只 会赚得更加多 还有我很有信心 这只股票如果现在大约72-75元 这个 range买的话 很容易很容易就会上回80-80多元 我会提议 或者买了之后90元 至于两年的target 本来这只股票升得这么厉害 我想它会升到200元 但它就跌下来了 我觉得两年时间的话 这家公司是可以有相当大的增幅和空间 可以会升到200元 其实200元都是很保守计算的 因为只是升了2.5倍 但是你想想 亚马逊的话 其实起了多少倍呢 由它开始上市的时候 当然不可以当它由Ebook Ebook的business开始 由它开始收养 收这个stug party 帮忙做中间站 买卖到它自己拥有自己的品牌 开始计算的话 其实它升了很多很多倍 第二只股票 如果你有看股票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今天它升幅超级厉害 一天升了40% 之前它也都 LIOTTO 今天宣布了盈利收市之后 也都继续在升12.5% 两只股票都是中国的电车 Electric Vehicle 如果拜登做了总统的话 拜登是有绿色能源的蓝图 Blueprint World Map 那这只股票呢 应该在World Map里面 也都应该会起的 那 为什么我的target是75元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是90元 即是三倍 其实已经是很保守了 因为呢 你可以用这只股票 去和其他股票比较 我喜欢比较NKLA 我以前对车的股票都没有研究 但到最近开始看 那这只股票呢 就很有趣了 如果你看一看 这只股票呢 就是它呢 基本上呢 价钱方面呢 它最厉害的时候呢 是股票比较90元的 你可以自己看图 我这个呢 就 没有 我有这个internet问题 所以现在refresh不到 它最高呢 不信我呢 就自己看 股票比较90元的 它由10元 一向10元10元10元 都没有怎么动呢 接着呢 就股票比较90元的 那呢 它股票比较90元 就很厉害了 基本上 用另一个 看看我能不能开到这个图 另一个图 你看 那你就不明白 我说了 用这个图 用这个图 OK 你见到 它呢 就 2020年头的时候 19年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是没有动 10元的 大约10元 你当它11元 但是它呢 突然间呢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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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GM的合图说要跟GM合作 跟GM的CEO走路 跟GM可能不会合作到 跟着跌 现在GM的合图好像是12月初 就肯定会不会跟他们签得成 如果签得成 我相信他虽然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通常新闻说确认签了合图 应该就会升5元 所以这只股票可以升9倍 即使我说2倍 现在升2至3倍也不太过分 你看NIO也是另一个例子 他都是由2至3元 升到现在40倍 20倍的 是多长时间呢? 一年时间 所以XPEV这只股票 其实跟这些股票一样都是Electric Vehicle 它也开始有很大的潜力 今年它可以送到1万架车 下年会继续Double Triple 即是好像Tesla 整了很多小车 总之它一直在增长 你给它10年时间 这只股票的话 它可能升2至30倍也不奇怪 所以我对这只XPEV 虽然最近的分析师 由28元上升到43元 即是已经有这个价钱了 今天升了上去 但我觉得它不止 它不会停在这里 而是最少最少都会75元 最少 这个已经是很保守 因为如果你相信一只NKLA 可以升9倍 相信NIO可以升20倍 那这只股票为什么不可以 最少升4至5倍呢? 它是20元上市的时候 20元的大约 那天是20至5元的Range 我就20元买入到 有些我的朋友 可能夜4元才能入到 它迟了一点 但是 无论如何都好 我告诉它是对的 而这个价钱36.34元 你留意一下 升幅15% 从这个价钱买32元 是之前的价钱来的 现在已经最新价格 是最高升到47元 这只股票 所以 基本上 32元是不会买到的了 我提议 这一两天 看看市场形势 我会再告诉你 这只股票应该几次卖入 因为40元我又觉得高了一点 如果你二十多三十元都没有买的时候 或者三十多元卖入 如果升到70元都一倍 那都等于100%回报率 我说的是在两年之内 所以是非常之厉害的 第三只股票 BLNK BLNK为什么很厉害呢? 这是绿色能源 这个又是拜登上任之后 他曾经说过在竞选的时候 说在美国很多地方 要人们买这种车 提倡他买这种Electric Vehicle 那最大的Electric Vehicle 最大问题是什么? 走不了远 因为没有电 没有电 不用回家 所以他说 那不要紧 如果我们会弄这些Charging Station 在全国变满全国 可能由加州开始 总之某几个城市开始飙 那这家公司BLNK 就是负责帮他弄这个Charging Station 所以他的potential是很大 我说20元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因为如果他签得整个合同 明年 不会是今年 会是明年 年初 可能是第一季三月的时候 就会宣布出来 他计划的蓝图要开始 以及请人 他想增加 现在的失业率6.9% 最近很久 有11%跌了 但他当时的理念 是说 这家公司和这个绿色能源 会请很多人 所以他应该要一开始 很早就要开始 不会等到明年年尾才开始请人 如果这个消息一宣布出去的话 可能即日就已经起 现在的市场似乎有些得意的情况 有可能会起20% 只要这个消息就出现 那这只股票呢 我个人比较保守一点 我不会因为市场是这个价钱 就叫你用这个价钱买的 我要看历史 这个月最近的价钱多少 和现在的走势 要给你一个价钱去买 所以我提议 8-8.5才卖入 现在是9.5 就算现在 起起今天跌下去再看 都还是这个价钱 之前10元的 那他这家公司呢 就这样的 为什么不用这么急买呢 因为其实他虚钱的 现在你看EPS Earning Per Share 它是负的 负的 负0.0.13 这家公司有前途的原因是 你见到它的亏损 由17年对比18年 是少了一半的 但是它的销售量 是一样维持的 还增加的 而今年呢 你见到2020年还没完呢 它比2019年差不多 也准备了那个销售量 那呢 它仍然是虚钱 我相信它可能 今年也是仍然虚钱的 但是明年如果 签了政府这个合同之后 那它的收入就多了很多呢 我相信它就会变成 由亏损变成獲利 当亏损变成獲利呢 那就是一个好好好的股票 就是值得买卖 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呢 是 现在买了看长线的 看长线 即是看到明年 这个合同签了之后 那就已经会是 起码起5元了 我个人认为 所以这只股票 就因为这样的吸引力 我把它放在第三位 如果不是拜登赢 而是特朗普赢 那这只股票就不要买了 但也未必是 如果8.5元买入的话 它起到10元 你也可以买的话 那汇报率也是不错 第四个呢 TACO 这只股票我分析 就是用它的技术分析 去走出来的结论 就是说 我由PATADAMIC3月的时候 一直跟踪着这只股票 今年 它又上上下下 最差的时候 有四个多 但是呢 它由四个多 那时呢 咸鱼翻山 它淡上来 那你就看到 这个图 这个图就告诉你 很清楚了 由七个多 最厉害 最厉害 这个时候 三元的时候 是三月 就是股票大跌大跌 跌到最低最差的时候 接着 政府就出现出来 要救市 要被Stimulus 那它呢 你看看 接着 它就上 上去 7元 的水平 接着它又下回 接着它又上回 接着它又上回 一年的target 其他分析师 就认为 这只股票可以 升到11元 那 我就 觉得它可以 有12元 那如果你七个多 七元 买入了 的话 那你等到十元 的话 那你的回报率 都非常之可观 是吧 我不建议 这只股票 持久的 如果你看看 五年的话 你就知道 这只股票 最厉害 最风光的时候 它有15元 但是它 因为它可能 它的销量 越来越低 那它就一直下降 不过 这只股票 就算你怎么计 它赚钱 它今年也是虚钱 但是如果你 看回以前的话 它应该是 因为它赚钱的话 都可以值到 10元 是没问题的 第五只股票 SUM 这只股票是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买它呢 因为它和政府 是有合同的 那这只股票 无论 当时我想出来的时候 无论拜登或者 特朗普赢 都可以买这只股票 我亦都有查看 这个股票 最近我自己买了 又卖了出去 那现在今天的价钱呢 这个17元之前 跌了一些 16.87元 那它呢 好在呢 你看它 Earning Per Share 是1.21元 就是这家公司 是有赚钱的 PV的14倍 也不算是高的 14倍 那它的价钱 一年的价钱 都挺夸张 是7.51 1至25元 那这个over value 不准了 不要看它 它的year target 是 Yahoo 分析师来说 分析了 是值21.5元 那我就没有付那么高的价钱 我那两年呢 是22元的 在两年里面 那我建议买 因为 它最近这个月的range 很大 由16至19元 那我不会提议你 17元 16元 去买 所以我会再等它 再跌下去 16元以下 你就可以不考虑买这一只 SUM 那你喜欢的 起到20元 你就卖了它 不然 这只可以持有长 持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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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疫情的话 科技股 升得这么厉害了 还有其他 在家里受惠的股票 升得这么厉害了 那你 现在开始零售业 飞机 和酒店 酒楼 应该会升上去 尤其是零售业 聖诞节来了 黑色星期五 天祭 聖诞节来了 所以一定会有人买东西 所以这只股票 GES GES 我看最近的 Range 最低的时候 是9元 最低的3月 是5元 之后8月 是大约9元的水平 接着 12元 最近水平 12-13元 那它呢 如果你看看 Tark 应该21元 以前的 新高 以前高位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可以 11元 买入 13-14元 卖了它 或者你持有 这只股票持有 持有 我非常之 淡定 它会升上20元 当疫情完 或者可能 会是一年 一年或者 两年之后 之后 之后 那只 CLM Sales Force 这只股票 是代替了 苹果 苹果 要Split 一开四 因为它太大 升到500元 一股 然后分拆散 125元 一股 那个计算方法 道奇斯 Dowes 他计算方法 他不理 那只股票 用股票大小去计算 不理 那只股票 那只股票 所以 它要平衡 就要找其他股票 塞进去 指数 希望 取得平衡 Honeywell 和Sales Force 就是入了 Dow Sales Force 当时的价钱 我记得 220多元 它升到270多元 270多元 那时 基本上 纳斯达 纳斯达 最高的时候 12000多元 所以 最近 跌下来 250元 的水平 我建议 之前 上星期 它SELL OFF 前星期 現在SELL OFF 它有230多元 所以 我觉得 如果在230元 左右 买 就算高科技的股票跌 这只股票也不会跌到去 而且 我以前做的工作 在MOTIVA做的时候 这家公司是用这个Sales Force 这个System 是挺好的 我觉得 它有很多功能 而且 它主要是负责销售方面 Sales Department 是用这个Application Software 下一个 UPS UPS 最近 跌下来 UPS 股票就未必会有这么高的价钱 下一个 Workday 我不知道加拿大 或者其他国家有没有 但是 在美国来说 它是做两个Function HR System 和 Payroll 出粮的一个系统 这些Software 是很厉害 现在很多美国的公司都用的 越来越普遍 就算我现在找工作 我Job Application 都是经负HR 所以都是用这个Workday 这个System 那它呢 我之前 它之前248元的最高一年新高 我好彩地 我试过205元买到 就是说它跌了25%一天 在Sale Off的时候 我买了进来 接着我225元就卖出去了 现在呢 好像在210多元的水平 如果再有跌下来 200元呢 我觉得是可以卖得过 因为这个Application 真的美国很多公司都用 那些人又不会这么无聊 射无故 换HR System 那我的Target Price 觉得它300元 即是这个WDAY 和疫情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对经济上来说 是因为最近经济太差 很多人找工作 那可能很多公司 多了公司用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它的contract是怎么收钱 那有可能 如果多些人申请的 volume大一点 他会赚多些钱 或者他不是 他签了contract 不管你 有没有人申请 找工作也好 总之 这个System Up and Running 都是月费的 这么多钱 是吧 之后另一支 我有个type 应该是MITK 这支是Facial Recognition 有很多公司 银行 银行 蘋果 好像Google 都有跟它合作的 所以它的合同生意率 是很高的 很大的 我建议这支股票 不太高 过13元 你卖的时候 它最高峰 都试过升到17-18元 所以 我觉得买了之后 13元 你等到15-16元 买了之后 也有20%回报率 如果不然 就放在那里 这支股票 我由6月开始查 就是看了5个月 都挺稳定的 那我再说其他股票之前 我就想介绍一下 我的成功的例子 给你们知道 那你对我有信心 介绍股票 第一支BIGC 之前也是等于我 No.1建议买的股票 它的价钱 如果我这些是 我实际上买了的价钱 但是我买了 BIGC 我买了几次 所以我找一个 合理一点的价钱 比较高的 就是10月3日 30日的时候 如果你买 $78元 你就会买入 那天是$76至$79 那你买入了之后 都说了 11月15日的时候 是83.1 回报率 有7% 我不再重复之前说 总之 现在是$72.5 如果你买入了 等它到$90才买 那你的回报率 就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二支JD 这是我之前 如果有听我上传的video 你就知道 我一直之前 叫你们买大陆股票 JD因为是双十一 但是中国有双十一 双十二的节日 双十一是最大的 就会上网 好像亚马逊 的Prime Day 或者Black Friday 那些人就会上网 购物 有折扣给他 那他的销售额 很厉害 那这只股票 我买的时候 其实 我是比早 11月4日买 因为 我的video 那个礼拜 的确有 evidence 是11月头 叫人买 但是如果你之前 再早买些 是75元 你就买到的了 所以我入的时候 是75元 不过我后面 85元 我都有入到 11月4日 那这只股票 11月15日 是起过92元 那我已经卖了出去 那你有百分之百的回报率 那这只股票 就跌回来的FYI 所以现在 就 起87元 那如果明天 或者这几天 再起上去90元 我还有几股 起手 我会再买它 如果不然 我就等到 双十二的时候 我才会买 第三只 日子 赚得很厉害的 中国股票 叫PDD PIN多多 是e-commerce 这只股票 10月19日 如果你10月的时候 买 你都在85元 这个水平 买得到 如果你早 10月买的时候 然后呢 例如9月 我买了 就是我买了两次 两个layer 我75元 我就入到了 当时 它最低跌过70元 在9月中的时候 那时候 我开始 已经叫朋友 留意这只股票 因为它是由98元 没有消息 无端的自己 跌下来70元 那我就叫它们 买 大约起到80-90元 可以买的 那怎么知道 它真是厉害了 我真是猜不到 它破了一年的新高 98元 直冲 直冲上云销 113.8元 如果这只股票 你今天有看的价钱 是138元 就是说 我86元买入 我138 买出 我已经全部 卖出了 那 回报率 就有50% 第四只 亦都是中国股票 PME 这只是 是卖鱼的 它最厉害的年代 最辉煌的时候 是11元一股 不知为什么 一直跌下来 但最近这几年 就过几 我看了很多分析 有的article 就有介绍7只股票 在那7只股票当中 我就选了这只股票 是因为它赚钱 它不是虚钱 它们说好评 会上升到4元 有些会上升到11元 那我呢 最厉害是2.4元 我觉得 等了几天都不再上去 我就卖了 因为 我买入的时候 是1.75元 可能如果 我朋友买高一点 是过9才卖入的 但是2.4卖出的话 你的回报率 是有百分之二十的 最后一只 头五只里面 这只是王马 但足球的王马 XPE 它的回报率 百分之八十二 其实今天 如果你再看 它已经是四十七元最高的时候 其实回报率 已经是百分之一百 即多了一倍了 其实在三个月里面 能够升到一倍的股票 真的非常之厉害 那它我买的时候 20元 我知道我的朋友 大概23元 24元 买入 他们应该全部都应该 请我吃饭 或者将赚到的钱 分些给我 那因为 现在已经四十多元 已经在三个月里面 赚到一倍 那我呢 我就不会理你买多少钱 我只是用百分比去给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这些投资 非常之总局 那么厉害 其实我给一个 Fund Manager 赚得更加厉害 因为Fund Manager 他们赚的一年回报率 都是只有百分之二十的 我现在这些 计算出来 根本就高过百分之二十 那所以 如果标记肯给一百万的话 其实我这样投资给他的话 那他回报率 已经是 他的钱很多 所以我 就尽量都不用钱去计算 我只是用这个percentage 去计算 究竟赚多少 另外 当有兴趣 我很快给你看 另外那几只股票 因为如果你 你也都心里面 本来想着买的话 相信你听完我说的 有我的分析 会令到你更有信心 去买这些股票 Like 我觉得一百元 买到 就是完全是非常 undervalued 非常好的价钱 不过我不觉得 它会跌回到一百元 所以如果是一百零七至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元 到的 range 买到呢 那Like 就很好 握一年 明年应该一百五十元 应该不用两年的 另一只Gap Gap 就是Vetail 零售商 他今年 有一个新的designer 设计 是在公司 我没有小孩 所以我没有去Gap 买衣 我都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衣服 但是因为这件事 股票 在零售里面 它是回复得最快的 如果你给Gap Gas 就是刚才之前介绍的股票 那只股票 可以买得过的 而且如果你给TPR TPR就是 賣Coach 手袋 Case Bay 还有A&F 它是回复得最快的 当然 它现在已经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年的新高 即是一年新高 它已经回到一年新高的高位 另外 苹果呢 我就觉得 始终 我看到很多评论 它们Target的价钱 是说会到140 150 130 140 150 怎样都高 今天价钱 119.5 那我觉得 它会跌下来的 如果105元的时候 买就很低 因为你要记住 这只股票是拆了的 如果没有拆成4的话 即105元是420元 那今年它一开始的时候 是45 或者是40多元 90元 我不记得 总之它是升了几倍 所以是很厉害的 所以就算它跌下来 都不是很出奇 如果跌下来 25% 所以 你的脑子 是要想 如果这只股票跌下 30% 应该在哪个价钱 才去买呢 所以我计算是 105元以下 100至105元 100元 我计算是很好 100元 可以买到的 另外 Super Cycle 好像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理想 中国 亦都因为 那些人 抵制美货 美国 所以 苹果12 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受欢迎 另外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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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股票 我建议380元 才我买 现在是500元 左右 因为 这个软件 我很喜欢 好像Salesforce 一月 我很喜欢 但问题是 升幅方面 看上去 Salesforce 太夸张 多过一倍 我买的时候 记得6月 我买过200元 左右 它升到230元 我已经很开心 10% 然后我再买一次 它升到250 60元 赚了560元 我很开心 但是 现在竟然升到500元 我想和你分享 让你想一想 6月的时候 这只股票是250元 为什么现在已经500元 几个月之后 究竟是不是makes sense 其实是很明显的overvalue 另外一只FUV 这是一只 很小的 一只 automobile 有个车 有些人 就特别喜欢小的东西 小的东西 他就会买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现在是6个多 我觉得太高了 它销售量是一路上升 好像XPEV 你可以等到5个多 再买 另外再给5只股票 你看 DADA 也是中国股票 TPR 刚刚说了 因为 Holiday的关系 觉得它会有上升的可能性 NIO 之前介绍过 ADBE Adobe 虽然说 因为疫情而上升得这么厉害 但其实就和疫情没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PDF的公司 如果你知道 我觉得 现在已经过高了 价钱500元 最近好像跌下来 已经剩下到460元 我觉得这只股票 一定要430元以下才好考虑 或者 其实400元以下才好考虑 接着 GME GameStop 有人传闻 Omna 会去收购这间公司 即是 他有研究 PAT PAT.com 卖了出来很成功的 一个Billion 他买了11%的股份 所以股票 由5元升到最高15元 有传闻说 他会收购整间公司 将公司改造重整 所以 最近 大约11个多 如果 10元以下 我觉得 可以考虑去买等他收购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直接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可以subscribe 和follow 多谢 还有 我会在一个月之后 或者会再去重组 或者检讨 也会告诉你 究竟这些股票 在那一刻 是否真的赚钱 还是蚀钱 多谢各位